第2408集 收获 原本地主修行的是道景 在四千年前无意中救了一个年轻人 结果被传说了一部光明景 追责消息令叶凡等人震动 光明族有一个古皇子 精彩绝眼 在四千多年前就出世了 后来莫名消失 地主救的应该就是他 可是儿今去了哪里 遍寻几个宝贝的尸海 都没有什么大的发现 他们的父亲没有告诉他们 此外他们知晓了地主的种族 体内流淌有朱雀的血液 是一个古老而强大的种族 但是到了如今 却很难见到他们的身影了 这一站落幕 影响极其深远 天庭附近的势力全都胆颤 那些吞并过他们重镇 资源星辰的族群 一个个战战兢兢 先后来请罪 对于这些族群的处置 天庭内部激进人士认为 应该全部从头到脚 剥削个辫 祸首诛杀 愚者放逐 最后 叶凡 磅礴 黑黄等商议后 并没有这样做 天庭刚崛起 若是这般手段激烈 可能会让各方联合起来 共同敌视 当然 曾经落井下使者 以及无理由侵略 仇杀天庭的祸首 都遭到了镇压 但很好地控制在一个小范围 进行震慑 十方来朝拜 这片区域欣欣向荣 天庭之危开始远播 四年后 唯一真路震动 悠悠中响动天下 宇宙各地都听到了中鸣声 惊喊四级八荒 那些人闯过了第九关 到达了终极地 九座地关后有什么 这是古来很多人的疑问 莫不想知道 那里涉及到了成帝的秘密 不死天后 曾与神秘人在九座地关后大战 作为中两败俱伤而去 可他们也不曾真正进入那最秘密之地 有不确切的消息说 唯有杀过九重地关后 那里才能真正开启 出现热光 果然 在这一日 九座地关后的星域 爆发出亿万缕仙芒 轰然乍响 震动了苍茫宇宙 那里雷声隆隆 神殿交织 一些古山移开 无尽混沌澎湃 在赤殿与雾矮中 露出了一片神秘的世界 唯一真路被人走到了终点 闯过了最后一关 至此 这条神秘的城地路 也许将彻底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闲光无尽 照耀宇宙 恍惚间 那里像是有一片浩大的仙域被打通了 管通了人间界 举世震惊 过去不可闻 现在亦不知 将来也不见得能晓 九座地关后 那里究竟是怎样一片所在 无穷的修士在猜测 莫不想知道 很多人赶向九座地关 想要见证一场神迹 当然 达到这个级别的强者 莫不是各族的致强者 不然没有资格踏入 然而 所有人都要面临一个相同的问题 需要重走九座地关 一路闯过去 没有什么捷径而言 可是到了那个时候 恐怕什么都晚了 也许终极之密 早已被人得到尘埃落定 再赶去 已无济于事 这天下间有着太多的英杰 一些人不免后悔 昔日没有赶去 错过了这一盛世的欢歌 那里也许可得见仙计 除非逆天 有地主与不死天后那般的实力 可以半途深入 在那浩大的混沌仙徒前出现 全宇宙都在议论 这是一场轩然大波 为黑暗动乱后 最引人瞩目的大事 十方目光 接投降了那里 有人颤声说道 有强者要成帝了吗 成帝 惊心动魄的两个字 牵动了所有制强者的神经 万古来这样的人 莫不是一个时代的唯一 是上苍都无法阻挡脚步的人 是古来最强的代称 在这一世会有人成功吗 每隔一万年或者几万年 这条路都会被打开 可是多数情况下 也许是一场空 并不一定会成帝 尤其是近十万年来 只有一个人成岛 那就是轻帝 而他似乎不是在那片神秘仙土突破的 而是另有他图 这一世又会有怎样的一场大波澜 每一个人都想知道 每一个人都在袭击 甚至一些人已经口干舌燥 热血沸腾 天庭内也有人在议论 哦 这么快 夜童杨夕他们怎么样了 走到终点了吗 数年过去 天庭巩固了战果 统域的区域越发的稳定了 再也没有人敢挑战 已然成为庞然大物 相反 神庭日渐没落 若非是人们顾忌地主 恐怕早有人要去讨伐了 占领他们的疆土 夺取他们的资源星 不过 而今这些都不是重点 全宇宙的目光都集中向了 唯一地路的尽头 那里将产生最大的变故 是一人成道 还是禁骨成空 所有人都无缘那里 人们在期待 在悸动 在等候 哄的一声 九座地关后 发生了惊人的大爆炸声 神能惊动万遇 人们知道有人在口关 在攻打那片仙徒 要获取成帝的秘密 所有人都坐不住了 莫不惊悚 诸多大势力 都马不停蹄地赶去 渴望那里的一切 我们也动身吧 去关注夜童与杨夕的表现 李黑水说道 燕一夕说 从时间上来说 已经来不及了 再走九座地关 需要花去很长时间 若是去关站 应该没有问题 那里是一处特别之地 我们可以在地关外 见证奇迹 黑黄说道 天庭众人上路 黑珍珠号威势更加惊人了 通体灿烂 长达数千里 冰冷的船体横过宇宙 急速向着惊变之地赶去 当这艘准地战船赶到时 地关前已经是人山人海 很多人甚至愿意此时闯关 也要赶到尽头去见证 黑黄带路 看不到啊 他们赶到了一片虚无缥缈之地 只能见到无尽的鲜光迸发 还有一座又一座古山虚影 以及无尽的电芒缭绕 此外 还有一片金色的汪洋若隐若现 至于更远处的真相 根本不可能忘川 而且也冲不过去 这里有真正的大地尽致 当中剧烈的大碰撞传出 有志强的力量波动 在冲击那片仙徒 这种模模糊糊 无法看透真相的感觉 很难受 人们忍不住闯过去 一探究竟 那可能是涉及到了 城地的战斗啊 有人大吼着 啥闯入境去成就我的地路 众人惊讶 这种声音居然都穿透了出来 那个人很强 他到底遭遇了怎样的麻烦 九关后还有波折吗 谁也没有想到 这一等就是三年 居然喊杀不断 始终不曾有人真正闯入混沌仙徒中 让人震撼 黑珍珠号上的人们 起初还是很关注 后来发呆 而后实化 到最后习以为常 第一座地关前 大军不断涌来 不时有人深入进去 要闯到最后的地方 因为这三年来 传出了太多的消息 那里是仙窟 记载了帝尊的法语道 帝尊仙经不是记载于第一馆 而是在最后的混沌洞中 这样的消息一传出 怎能让人淡定 因为有人曾经亲眼看到 那里有混沌窟发光 迸发出成片的经文 刻在虚空中 甚至有人得到部分经文 博大精深 至强至妙 也有人说 那里不仅记载了帝尊的道 还有其他大地与古皇 甚至是天尊的悟道徒 是一处尽先之地 这自然引起了轩然大波 无数的大族 众多的强者都坐不住了 全都动身赶往那里 想要有大收获 在这一日 第一地关大开 那座经碑消失 不再阻挡修饰的路 任何人都可以入内 这引发了一场大轰动 的监洛 发并且让东西 颜色 就是这个地方 是